欸不對啊 Intel是AI為什麼跌的啊 這一波很好玩 你看AI這麼強 強 台積電這麼強 猛 唯獨 Intel 為什麼它 Intel週四公佈之後 它的盤後盤跌12% 所以週五呢 Intel確實在收盤的時候跌的快12% Why 每股禮拜五跌最深的大概就Intel 這就是它脫油品 欸不對啊 Intel是AI為什麼跌的啊 對啊為什麼 你看喔 台積電也大漲 台積電現在市值全球前十囉 然後NVIDIA也大漲 對不對 Google也大漲 艾斯莫爾也大漲 不對啊 所有的AI股都大漲啊 怎麼Intel 對就圍堵它呢 拉肚子 夾牌霸鬥 有什麼 那不是買AI啊 那不是過AIPC 對啊 對不對啊之後不是 筆電就是用Intel的平台做AIPC 那這樣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在唸是什麼股票 好 谷歌 Meta這臉書嘛 然後 Amazon也是很強嘛 然後AMD也很強嘛 NVIDIA很強嘛 艾斯莫爾很強嘛 啊唯獨Intel落賽嘛對不對 當我發現這幾大公司差一個東西不一樣 三個字 台積電 Intel是台積電的對手啊 剛剛那些全部給台積電代工啊 那個基辛格不是每天都要跟台積電嗆聲啊 結果他 估到暴跌的時候 那基辛格說什麼什麼 我覺得大家反應過度了 所以你就覺得 剛剛答案很簡單嘛 就是有台積電跟沒台積電的差別 欸的差別欸真的是這樣欸 好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好 那個Intel上週的一個新聞是跟2303聯電 嗯 結盟吧 嗯 你看2303聯電 2303聯電來 哎唷 哎唷 怎麼這樣啦 那台積電創高呢 啊那 怎麼連電呢 被拖下去了 所以你幹嘛這Intel啊 太曬了 啊不不不 就是剛好被掃大掃大了 所以囉 選股票的要件是什麼 什麼啊 AI你知道嗎 對 最好是跟台積電有關 盡量不要 遇到Intel這種的 不是Intel不好 我先講 如果就你去選擇工作 比方說 你在美國Arizona 你要去Intel上班 台積電上班 當然選Intel嘛 對啊 Intel福利比較好 台積電比較超嘛 嗯 但是如果買股票 那就 嗯啊啊 所以股票市場好玩就在這裡 所以台積電才是這一波AI 最重要的 抱好台積電相關的好股票 好的 不一定是供應鏈喔 而是有用台積電的東西的 嗯 然後說 哎 我們知道台積電代工的 對 跟他 時尚編的 好吧 好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賬券 無不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自導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外投庫 111千萬投庫 新字第015號 全體 рассказыв 無不當知財務利益